那虽然我党内的人员不是很好 然后也有蛮多的争议 但是民进党还是不计前嫌 不计悔育 真的很感谢民进党有给我这次这样子的机会 罕见在镜头前哽咽 台北市原高家瑜终于如愿 获得民进党征召选港府立委 当然蓝大于绿的选区本身先天上条件 确实就比较辛苦 当然是有信心能够集结所有的第三势力 被提名只是入场劝 毕竟港府这一区过去一项蓝大于绿真的不好选 国民党先任立委李燕秀也积极拼连任 高家瑜能否成功突围具有指标性意义 绿营在北市艰困选区布局大致敌定 同样也是美女民进党议员许淑华将被征召选松山信义 PK的是国民党立委费洪泰 然而这一区除了对抗蓝营 还有和时代力量整合问题 其实从中到尾没有李浪两个字 从中到尾党主席都告诉我 其实我们只是把这个时间拉长 然后来跟这个时代力量来做一些沟通 不止美女牌原本绿营看中无影龙高学历 渴望对战蒋万安双帅对决引发话题 然而地方议员似乎对空降有意见 因此暂缓处理 从人选不难看出民进党在都会区大打形象牌 力求增加坚困选区赢的几率 三地区判建化张燕青 徐敏娟 泰北报道